一般来说,人们前往农贸市场是为了从农夫那里直接获取食物 而在马里兰州的奥尔尼,人们还能在市场上了解到大象的悲惨处境 大象从小就被虐待,它们被关在木笼子里,鞭打它们,不给它们食物 很多来逛市场的人都买了这个小雕像 而卖雕像获得的收入则被直接捐给泰国的大象自然公园 这些小小的大象雕塑是由11岁的马里亚姆和数十个好朋友手工制成 它们在当地的一个工作室里雕刻,并且装饰了这些泥塑大象 我准备在雕塑上加上安座和乘客 最妙的就是,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雕刻它们,全取决于你的创造力 米里亚姆和他的小伙伴们已经为他的工艺组织做好了100多个雕塑 这个组织始于去年,起因是米里亚姆看了讲述大象不幸遭遇的纪录片《一个大象的成长故事》 在泰国,驯兽师用十分残忍的方式驯服野生大象 我们称这种方式为毁灭,因为它会摧毁它们的灵魂 它们掳走小象之后,用项圈和绳索捆住它们 把它们关在很小的木笼子里 它们很多天都不给小象食物,还用钉子和钩子抽搭它们 小象们极烈地挣扎,想要逃走,但是它们不会允许 小象最终停止挣扎的时候,也就是它们的灵魂被摧毁的时候 米里亚姆的母亲阿勒尼·加斯贝恩是一名兽医 她总是和动物们在一起,她真的关心它们,她爱动物们,也喜欢和它们在一起 由于这个原因,阿勒尼陪着女儿去泰国,帮助照顾那些大象,并且亲眼见证这一切 她想确保人们了解到泰国和美国的大象都经历了什么 米里亚姆也得到了她的艺术老师的支持 凯特·桑托伊诺斯允许米里亚姆和她的朋友 在周末或春假到她的工作室制作大象雕塑 她甚至捐助了用于雕像制作的粘土 我们都渴望学生把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,而不是去商场购物 能够为大象出一份力,这让米里亚姆和她的朋友们既高兴又自豪 这就像她说的那样,大象们应该获得自由 美国之音,埃尔玛斯利,马里兰报道